那他們是講這AI的部分 但是我們我們今天主要是把 因為我們最近幾年來 大家 都知我們風刺客的醫生 都碰到了非常非常多爆炸性的這些Cytochide的Treatment Anticytochide以及Cytochide的Treatment 所以我們就今天來就這一個題目 做一個回顧 等於是一個回顧 看看我們把能夠 除了TNF以外的我們的 稍微來做一個Summary 那首先看這張圖 這個是那個比較早一點的圖 從那個 這個是Jurnal Clinical Investigation 他出來一張圖 我把他做一些Modify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Informatory的 這個 Desease 尤其是Informatory rheumatic disease 是以這一個 最大的這個 Microphage Dentary T-cell 這系列的細胞是最主要 然後他跟 跟一些Fibroblast T-cell B-cell 都有一些 reaction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列了一大堆的這些 這些那個 Cytochide的 Inhibition的藥 或者是 直接對抗Sale的藥 所以非常非常多 我們都不一列 你看這邊有 IL23 IL 17 以及IL6 這麼多的 這些 還有B-cell本身 這個都很多的藥 那甚至 最近幾年來 還有一些新的 像 列在旁邊 那些有 Avatar-safe Anti-interferon 或者是 Anti-integrin 的一些制搖的方法 有的是對 像 Colome disease 這些 等等 所以還蠻多的 一個 東西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 已經非常非常的 等於 也有一點點 混亂的 那我們以最最假最重要的 像最近 因為COVID-19的關係 而 爆紅的這個Anti-interleukin 6 我們就看 interleukin 6的作用 你看他跟 多少的細胞都有 都有互動的關係 像 他對Othel class T-reg 的Sale T-T-cell B-cell 還有一些Libre 然後還有 Macrophage Epicillus Sale 之間 都有一些Reaction 所以 因為他就 位在這個Peripheral的位置 所以 對 對組織上 全身幾乎 每一個 每一個 器官 每個細胞 都跟他有一些互動的關係 所以他才會 在最近這個 我們這一個 Cytokine storm 就是COVID-19的這個 Neumonia 他會有他的角色存在 當然還不是只有這個 他很多很多方面的Treatment 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個 等一下我們有 有專家學者會 還跟各位做 比較深入的探討 好 那這個是一個最近我們 我們在所發表的 這可能 各位還找不到這一篇文章 這個是 在IAS的病人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有這些 這麼多的細胞都有作用 尤其像 T-REG 然後 或者是 那些 introepicyl 一些 Lymphocyte 以及 所謂 因內的 Lymphoid cell 然後這些產生的什麼 IL-23 IL-17 跟這 這些細胞之間的 互動 我就造成這些 Sero negative Spondyro Athropathy 這些疾病的一個 Pasogenesis 那 我們可以從這張圖比較複雜 他可以看到從一個 哪一的細胞 他如何在 你已經是有以及其他Sero的幫忙之下 他可以 可以轉變成T-REG的時候 他可以 造成轉變成T-H17的細胞 最後甚至expansion 這麼多的一個複雜的反應 那最後這 introepicyl 漸漸的又來影響到PMN 所以 我們把這一這個再簡化一下這個圖啊 這也是一個比較老的圖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 因耐的T-CL 他在T-GF存在的環境之下 他可以轉變成T-REG 那如果再加上 introepicyl的幫忙之下 又在一些 macrophagic.3 是有分泌的這些Cytokine 包括IL23等等的刺激之下 他可以轉變成TH17 然後TH17 接著又分泌一些 細胞激素 有甚至他自己Auto cline的分泌 以及他分泌一些 他們前面前沿的一些細胞 反過來再使自己expansion 或者是suppression 這個作用 所以這個 這些都是一些值得探討的題目 那再來就是講到 那Cytokine 直接的下去 就是說 我們把Cytokine當作一個門的鑰匙 那他這個鑰匙 插進這個鑰匙孔以後 他進到裡面去 所以就有這個價格 價格可以算是細胞 內的這個內 內部的這個都等於 內鑰匙就對 他他做作用之後 他接著在那個 這個Stat的作用之下 好像這個細胞 細胞基礎黏上這個Receptor之後 他就會刺激這個價格的 Dimer的形成 然後在這個Stat的作用之下 Stat的把這個Active的這個Jag的Dimer 帶到這個Intracellular裡面去叫成Sail Activation 那我們可以看到 配合上不一樣的鑰匙 兩把鑰匙配起來 各種鑰匙配他所每一屆的Cytokine都不一樣 這邊有個錶 這邊列的很複雜的錶 所以我們今天對這個Jag的題目也 還需要做一些探討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 大概是第一題是會有王凱俊醫師 為大家介紹Intrlucine 6 那再來就是 由李子好醫師為大家介紹 IL17的這個Information之間的關係 再來是呂正勳醫師為大家介紹IL23 在Inflammatory Disease裡面的角色 那最後我們會請謝祖怡醫師 來跟大家漫談一下這個Jag的一個作用 那我們現在就不擔任時間 我們就開始第一個題目 那我們第一題會有王凱俊醫師 來跟各位介紹IL6 簡單介紹一下王凱俊醫師 王凱俊醫師是台大醫學院畢業 那之後在榮總 我們的內科服務 那一直做完整的training之後 那現在是被我們高雄農民總醫院 我們呂呂呂呂 主任網羅到高雄農總去 他是 現在是那個高雄農總免疫風飾科的主治醫師 他過去在Fellow時代就發表了 很很很很棒的這個論文 在我們這個APRA學會的官方雜誌上面有發表一篇 那個有關Vitaximab做治療RA 這篇文章被引用的施數還蠻多的 所以我想我們那個王凱俊醫師 今天可以各位做一個非常 應該是會非常精彩的演講 我們歡迎王凱俊醫師 謝謝 谢谢大家